好,我先Unmute好了 就是说我们现在选到我们的控制器 然后它有一堆属性 那我现在针对TranslateX就是求往右边滚这个属性 它是在S轴方向 所以我选到Curve 然后做一个CurveMuteChannel 所以它就变虚线 虚线的意思就是说TranslateX就被Disable掉了 那你要可以设定就是它某一段时间 其实是被Disable 怎么做呢 就是它这里其实有一个新的Curve 有没有看到 这个Curve你可以设定大概在什么时间之内是被Mute 所以我现在切到移动工具 这样拉 然后可能只可以试试看 这样拉一下 好,这边现在它还是Mute 所以你没感觉 其实你已经看得出来了 它瞬间只是过去 对 那我们现在如果说Unmute 对 你看到它Channel 也是跟原来的其实有点不太一样 那反正总而言之呢 这个UnmuteChannel 它刚刚那种做法就是它可以有一段时间是关闭的 对 但是一般来讲不会这么做 你可能有的时候可以这样做的原因是 你可能可以这样子 比如说我有的时候是 这里好几个Curve 对不对 那可能某些选项 我就是故意要先把它Disable掉 我可以先利用这个方法 Curve里面先做一个Mute 我现在只观察它的Translate Y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通常可能这样用会比较实际一点 可以吗 然后呢 我们再看那个Curve 其实它是可以设 颜色的 你看这个 其实是这样子 就刚刚讲的那一段 这个DisplayNormalize 打勾了就是可以帮我们调整 这样子 这个曲线尽量满排 就是刚刚这里 DisplayNormalize OK吗 再来就是这个比较好玩 改曲线的颜色 这个比较好笑 所以它这里面有一个无聊的属性 叫做Authiness 太好笑了 OK所以现在把它选起来 你可以把它改成 就是 就是很屌嘛 这个ChangeCurveColor 这边呢 你可以自己改一下颜色 我要改黄色好了 好开心的功能 对好开心的功能 对啊可以换颜色 也不知道要干嘛 那就有点爽嘛 你不觉得吧 好发完毕 大家就 小玩一下吧 全部都改成 什么颜色吧 就我觉得 对 对 对